大家好,欢迎来到厨房美食多 菜刀每个人家里都会有 切菜切肉每天都是少不了的 不管是大刀还是小刀 用久了,刀刃就会变得非常的顿 有的朋友就会磨刀 但是磨来磨去还是不够锋利 直接换新的又很浪费 很多朋友都会为此而苦恼 今天我就来给大家分享 磨刀要横磨还是竖磨 教你正确的做法 揪刀变新刀 切起菜来也是非常的锋利 一起跟着视频来了解一下吧 我们先来做一个对比 拿一张纸壳 用没磨的菜刀切一下 非常的难切 来回拉扯 第二好几次才能把纸皮切下来 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菜刀 拿去磨一磨 看一下会不会变得锋利 磨刀之前准备一块毛巾放在台面上 然后再放上案板 这样案板就不容易滑动 案板上再放一块毛巾 放上磨刀石 毛巾也是可以防止在磨刀的过程中 磨刀石滑动从而伤到手 这时候别着急着磨刀 我们先来准备一点清水 磨刀石是分两面的 粗纱面和细纱面 颜色深一点的是粗纱 颜色浅一点的是细纱 磨菜刀的时候 首先用粗纱磨 相当于给菜刀开刃 现在我们来少量多次的 在粗纱上面淋上清水 慢慢的清水会被磨石吸进去 这样连续淋三四次清水 让磨石吸出水分 这样在磨菜刀的时候 不容易伤刀刃 看着磨石水分吸收的差不多了 就可以开始磨刀了 很多朋友不知道磨刀是横磨还是竖磨 单单狠熟的不对 磨菜刀要先给菜刀开刃 开刃是横着磨 我们的右手这样子按住刀柄 左手按住刀尖 磨石与菜刀之间的角度 倾斜了15度 两只手把菜刀按在磨石上 稍微用力一点 防止在磨刀的过程中滑动 然后把菜刀拿回的磨 水干了就再加一点水 干磨的话容易把菜刀和磨石都损化 就这样拿回的磨 水干了还要继续加水 加了两次水都磨干后 现在我们换中间这一段来磨 记住力道和角度都要均匀 不能一时手重一时手轻 力道不均匀的话 磨出来的刀就容易坑坑洼洼 凹凸不平 刀的每一段都加两次水 这样子磨的时长就均匀了 像中间这一段也磨好了 就到后半部分 像菜刀的这一面刀刃 已经全部磨过了 换另外一面 用同样的方法 把另外一面的刀刃给磨锋利 好了 像菜刀的刀刃 横磨已经磨歪了 用手轻轻刮一下 能感觉到非常的锋利 这样就可以了 横磨呢 很难把刀刃磨得平平整整 多少都会有点凹度不平 像我们把磨石翻过来 用细砂这边来磨 跟刚才一样 淋入清水 把菜刀倾斜放在磨石上 左手一整只手掌都压在这个刀面上 上下来回的磨 记住力道和角度呢 同样要保持均匀 让每一处的刀刃都能被磨到 水磨干了就继续加水 两次加的水都被磨干了 就换另一面 用同样的方法 好了 像这把刀基本上就磨完了 我们来看一下 拿出刚才的纸壳对比一下 看下切着就轻松很多 感觉刀特别的锋利 再切点打算看一下 根本不用费劲 就可以把所有的东西都切得平平整整 这个磨刀的小技巧 你学会了吗 不管磨什么刀 和磨束磨结合在一起 就能把菜刀磨得锋利无比 觉得有用的朋友 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您帮我点个赞吧 我是多多 感谢您的支持